下官 下官是因为爱慕王爷 小姐 上吧 俊丽 你在家等我啊 小姐 你千万要注意安全 这后脑勺怎么长得这么熟悉 直墨 给我披上披风 直墨 此人是定王殿下 直墨 把披风拿来 跑吧 不行不行 他要是转头看怎么办 不管了 读一般 王爷 是我 墨卓华 怎么又是你 王爷 王爷 下官只是好奇 看隔壁没人想过来看看 没想到居然是王爷的宅子 王爷 您披风掉了 我给您捡起来 这 兴许 兴许是缘分 墨卓华 你的脚步出卖了你 王爷 下官并非有意隐瞒 王爷 你 您仁慈兴善 就饶了下官吧 下官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怎么办 王爷要干什么呀 我哪知道他凑巧就在这里呢 我还没想好如何选择 怎么又自投罗网了呀 随本王来 随手 池塘 外族的宅子就是这儿 照你的意思是 你就住在这隔壁 下官也觉得这 这件事 巧得很 是巧得很啊 你一个汉林院的编秀 汉林院离朱雀街还远得很 你为何选择住在这儿啊 王爷 那是因为 朱雀街的房租便宜 王爷 像您这样尊贵之人 哪里会知道 我们这样漂泊之人的不义呢 福云寺那天 本王刚给了你五百两 这么快就用完了 完了完了 看来庄穷过不去了 只能另想办法 王爷 王爷 下官 下官是因为爱慕王爷 偏偏王爷又不理人 这才偷偷跟了来 就是为了能 一解相思之情 住在隔壁也是为了能进水楼台先得月 想着可以时时见上王爷一面 你在说什么胡话 王爷 那日回城的路上 下官不是突感风寒吗 王爷这一路上 都是亲自悉心照料 从未有人对下官如此之好 所以 下官便对您 动了情 但是 下官自知 身份低微 不敢高盘 所以就想着 只要能默默地 守在王爷身边就好 看不出来 你倒还是一个情种 王爷 为了您 做什么都值得 而且下官之所以如此胆大 那也是王爷您 勾引下官在先 本王 何时勾引过您啊 王爷 您要是不喜欢下官 为何那一路上 会亲自照顾 您的身份如此尊贵 为何不假以他人之手 一个男子 对一个女子 如此体贴周到 那必然是 心存喜爱 还有 下官赢得的这牡丹花 王爷 您要什么名花没有 因为花赠有情人 王爷 要不是心里喜爱下官 为什么非要把下官的花 给要走呢 那你为什么不说 本王送你的玉佩 还成了定情信物呢 王爷 您这是承认 承认你喜欢下官了吗 你既然说 钟情于我 那之前 你不知道该选哪条路 现在 该有答案了吧 王爷 这是两码事 两码事 王爷 王爷这般盯着我 不会是看出 我在撒谎了吧 别动手啊 我是真的没有想好 这是什么 王爷 这一个姑娘家出门在外不容易 想遮掩一下 这个叫 克 克夫制 王爷 您现在 不生气了吧 本王若是生气了 你当如何 还生气的话 那 那下官 就再想想办法 哄哄您